各位朋友平安 現在台海局勢是非常緊張 中共的軍機昨天又飛到了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裡面 去進行偵查 美國的飛機最近這段時間也是老是在台灣附近巡遊 台灣現在也是日夜備戰 這就說明了很多人很多方面都覺得最近 中共有可能武力犯台 說不定就在今年兩會期間 或者是兩會之後不久他們就會動手 今年兩會是5月21號開始 而蔡英文的就職典禮是5月20號 所以我認為中共設定這個兩會的時間 肯定是考慮了台灣的因素 照理說中共應當把這個兩會的時間再往後推一推 因為現在中國的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 東北還有好多地方現在情況還很嚴重 湖北還有其他的幾個省隨時都有可能再次爆發 北京的情況也是讓那些高官非常的緊張 在這種時候開兩會並不是一個好時機 反正兩會已經被推遲了這麼長時間了 再推遲一個月兩個月 等到全國疫情結束了之後 或者是完全受到控制之後再去開會也不遲 那他們為什麼急著開會呢? 不排除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習近平當局想藉著這個兩會來宣布對台動武 兩會雖然是政治花瓶 但是他名義上還是代表全體中國人的 說不定習近平就想用這個兩會來為他的台灣政策來背書 前幾天中共體制內傳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 比如說有一則消息說中國有一個高級智庫 中共的叫做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院 他們寫了一本報告 說是現在中國面臨的國際壓力非常的大 比天安門屠殺那個時候受到的國際壓力更大 所以這個時候不適合對台動武 這份報告是不是真的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確實 但是這個風聲是放出來了 而且肯定是體制內的人放的 就說明體制內現在有很多人是反對對台動武的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反對呢? 極有可能是他們知道了習近平有對台動武的打算 還有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信息 就是中共有一個所謂的軍事理論家叫喬良 他前兩天發表了一篇講話 喬良在2000年代初期的時候寫過一本書叫《超限戰》 是鼓吹和美國打仗的時候要沒有底線 無所不用其極 核武器、生化武器都可以用 網絡戰、貿易戰、金融戰都可以一起打 當年這本書是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這個喬良以前一直是鐵桿的鷹派 最近這幾天突然變成鴿派了 他說現在對台動武會遭到全世界的經濟封鎖 對於中國完成民族復興大業非常不利 所以說不能打,這個結論是對的 但是喬良還說如果真要打的話 那也是打得過的,是可以拿下台灣的 但是打完了之後沒有辦法恢復台灣的經濟 總不能對台灣長期實行軍管吧 說得好像還挺為台灣人著想的 喬良說這番話也就是說明他過去被打雞血打得太多了 現在怎麼都放不乾淨 還是認為中共非常強大,可以輕易的打敗台灣 這種觀點在中國大陸非常流行 絕大部分的大陸人是信這個的 甚至是台灣也有不少人信這個 台灣的親共派就經常表達這種觀點 然後就勸台灣人說你們乾脆不如投降就算了 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來講一講這個問題 想跟大家講一講,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了 他會面臨著很多的很大的阻力 我總結了一下,一共有八大阻力 這些阻力疊加在一起會讓中共根本承受不了 最後會把中共給拖垮 第一個阻力就是他很難取得台海制空權 要打台灣一定要先取得制空權 台灣的防空力量是非常厲害的 台灣購買了很多很多的美國先進的防空武器 比如說愛國者飛彈、霍克飛彈、獨次飛彈 再配上台灣本身有的非常強大的防空高炮 台灣的防空火力網是世界上最密集的 而且台灣地形是以三地為主 很多防空陣地都是在山洞裡面的 中共很難偵察到他們,中共的飛彈也很難打到他們 還有一部分的武器是可以移動的 中共根本沒有辦法確定它的位置 那也就沒有辦法摧毀他們 所以中共的空軍如果想飛到台灣的上空 那就首先要突破這個防空網 那就等於是用戰機去發動死亡衝鋒 它會付出相當慘重的代價 另外台灣的空軍力量也不弱 台灣一共有600多架戰機 其中F-16就有208架 還有一部分的F-16現在已經升級了 升級為F-16V了 按照美國軍方的評估 這種飛機F-16V 它的性能是超過了殲20 戰鬥力很強 很多小粉紅軍迷他們都認為 殲20是最牛的 其實這兩種飛機他們在實戰當中還沒有交過火 那我們到底是相信小粉紅軍迷呢 那還是相信美國的專家呢 那當然要相信美國的專家了 美國的專家他們知道 這個台灣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 到底有多重要 中共如果是佔領了台灣 美國和自由世界的第一道防線 第一島鏈那就斷了 中共的軍艦核潛艇就可以長驅直入太平洋 就可以形成對美國本土的威脅 所以說美國一定要保持台灣空軍的優勢 中共要想打垮台灣的空軍 那是南上加南 第二個主力呢 就是他們很難取得制海權 要佔領台灣呢 你就必須得渡過台灣海峽 這是一道天險 中共雖然有很多的軍艦 但是呢,質量不敢恭維 比如說這個兩艘航空母艦 遼寧號和山東號 都是從俄羅斯山寨過來的 很容易就變成海上的活動棺材了 很容易變成飛彈的靶子 而台灣呢,對付軍艦的飛彈也是非常多的 有的從天上發射的 有的從軍艦裡面發射的 還有的從陸地上面發射的 比如說這個熊山飛彈、天弓飛彈 他們的射程都是覆蓋整個台灣海峽的 而且準確度非常的高 都是美國協助他們研製的 根本防不勝防 第三個主力呢 是在台灣登陸非常困難 台灣有很多山區 能夠讓大部隊登陸的地方 並不是很多 而這些地方都是被嚴密防守的 有很多的地下的堡壘 也有很多的炮兵的陣地 還有很多的地對地、空對地的飛彈 還有大量的機動部隊 中共要是想搶灘登陸 會遭到全方位的打擊 火力會從四面八方打過來 如果是他們仗著人多 一浪一浪的就往沙灘上面衝 搞不好全部都會拍死在沙灘上 這是第四個主力 第三個主力 第四個主力是台灣 還要如老百姓的打擊 強大的主力 中共軍隊雖然是有200萬 但是它國土面積大 而且周圍都是敵國 所以說它要到處防守 真正能夠用來打台灣的 也就是五六十萬最多了 而台灣雖然只有20萬軍隊 但是一遇被役有170萬 所以仗打起來之後 台灣的地面戰鬥人員 數量可能要超過共軍 而且台灣軍人的士氣肯定比共軍高 共軍擅長疊被子、擅長走方部 但是他們軍隊裡面腐敗不堪 腐敗的人肯定是貪圖享受的 貪圖享受的人一定是貪生怕生 所以打不了仗 台灣我去過很多次 台灣老百姓現在還是分為藍綠兩個陣營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 就是只要中共武力犯台一開始 除了少數被中共收買的那些政客 那些黑社會之外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會同仇敵愷 大家會一起和中共拼個你死我活 因為絕大多數台灣人 他們已經過關了自由的生活 絕對不會再回去做奴隸 也就是說即使是中共的空軍、海軍都打贏了 最後登陸了台灣 他們還要面對著很恐怖的巷戰 面對著無休止的城市遊擊戰 有一些中共官員說 三天之內拿下台灣 一個禮拜收復台灣 他們不是無知就是吹牛 打個比方 台灣現在就像是一隻刺猬 中共就像是一隻狼 狼比刺猬大很多 但是他如果是聰明一點 就不會去打刺猬的主意 如果硬是想對刺猬下口 那就一定會受傷 傷得很嚴重 而且他會耗費很長的時間 時間一拖長了 老虎報紙就一起都過來了 就會把狼給吃掉 現在蔡英文對這個局勢就是非常的了解 今年4月份的時候 蔡英文就接受了美國CNN的專訪 她就說 台灣現在是7天24小時隨時都準備戰鬥 如果中共要對台動武 台灣已經做好了承受第一波打擊的準備 同時他也希望全世界會接著來 一起來對付中共 這就是刺猬戰略 渾身長刺 而且非常的警惕 一旦受到了攻擊 他就大喊大叫 然後把周圍的這些猛獸都吸引過來 最後這些猛獸就會把狼給幹掉 這種戰略是台灣經過了很多年的錯誤之後 形成的一種最理性的 也是最符合台海局勢的一個戰略 兩蔣時代他們想反攻大陸 那是很不現實的 因為刺猬也是不能夠把狼吃掉的 後來馬英九當政了 又走到另外一個極端 想跟中共和好 跟中共走得太近 刺猬想和狼交朋友 這是對中共本性完全不了解 馬英九這個人真是不錯 溫良恭儉讓 傳統的美德他都具備 但是對付中共他真是有一點天真 在這方面還是蔡英文最厲害 經過不讓虛煤 習近平碰到他算是倒了煤了 只要台灣照著這個戰略 這個刺猬戰略像刺猬一樣警惕 中共是很難打敗台灣的 即使是他們用舉國之力 至少也得用個一年半載的時間 但是他們哪裡會有這麼多的時間 來慢慢打呢? 這一段時間 美國和西方國家肯定就會參戰了 實際上美國和西方現在已經介入了 他們已經把台灣納入了Link-16 這個Link-16是北約的一個戰術數據連線 也就是說台灣的軍隊可以通過 北約的衛星和雷達掌握 共軍軍隊的實況動向 然後台灣的武器就可以根據這些情況 來對共軍進行打擊,來發射飛彈,來發射炮彈 這就等於是台灣把北約的偵察能力都借用了 所以說共軍要面對這種強大的偵察能力 這是他們很難克服的第五個主力 共軍在這一方面它的技術和北約和美國相差的 不是一個量級,中共的軍艦飛機再多 但是你看不清對手 而台灣的軍艦飛機雖然很少 但是它把對手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說一打一個準 中共還有第六個主力 那就是美國會直接參戰 中共如果是去年打台灣 美軍參戰的機會會小一點 可能是90%,但是今年如果要打那就是100% 這次疫情讓美國損失慘重 所以說美國人很痛恨中共 疫情也對川普總統的競選 選情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所以他也恨中共,恨不得馬上就跟中共開戰 但是現在如果是直接拿這個疫情擴散作為理由來打 好像又說不過去 大家明明知道中共是故意擴散疫情的 但是中共不讓你去武漢 不讓你去中國去調查 美國拿不到直接的證據 就很難用這個理由來打他 如果是中共打了台灣 那就不一樣了 那就正好給了美國一個參戰的理由 出牆扶入啊,維護正義啊 這是多好的理由啊 美國參戰不僅僅會得到美國民眾的支持 還會得到全世界的支持 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打中共了 美國一介入 那美軍和國軍聯手 他們的力量對比就完全改變了 中共就會被打得很慘 不僅僅在戰場上中共會被打得很慘 而且他還會遭到全世界的孤立和制裁 中共打台灣無論他們提出什麼樣的理由 那都只能互弄國內的愚民 互弄國內的憤青 但是他們互弄不了世界上其他的國家 全世界都會認為這是一場侵略戰爭 而且它會讓所有國家都感覺到不安全 你今年可以打台灣,明年就可以打其他國家 這是大多數國家都不能夠接受的 武力犯台大家都不能接受 美國和歐洲國家不能接受 澳洲、紐西蘭不能夠接受 亞洲的韓國、日本、印度不能夠接受 東南亞的那幾個國家那就更不能接受了 因為他們和中共有領土爭端 他們不願意看到中共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南美洲的多數國家他們跟美國 算是一夥的會跟美國走 而非洲那些國家要不就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要不就是跟歐洲走 他會坐商光虎鬥 中美貿易戰開始的時候,普京坐商光虎鬥 現在他就更不會為了中共去兩肋插刀 這是符合俄羅斯的利益的 所以說只要中共開戰,他會受到全世界的制裁 經濟制裁,這是中共會遇到的第七個主力 被制裁了以後,貨賣不出去,錢進不來 糧食、石油、晶片都買不到 那這個經濟怎麼發展呢? 經濟就會倒退30年、40年 到了那個時候,中共就會遇到 第八個主力也是最大的一個麻煩 也是最致命的一個打擊 那就是在國內會爆發革命 仗打不贏,經濟又倒退 老百姓日子沒法過 中共過去鼓吹的那些愛國主義義和團精神 一下子就會洩氣,軍隊就會埋怨習近平 黨政高官就會趁機把他拉下台 民間的不滿情緒也會憋不住 民變政變兵變一起爆發 習近平就完蛋了,中共這個體系 也維持不下去了,全完了 那大家可能會問,既然有這麼多的主力 中共打台灣就等於是作死 那是不是他就不會打了呢?那也未必 如果是中共現在他們是鄧小平 或者是江澤民或者是胡錦濤當家 那我可以肯定他們不敢打 因為那幾個傢伙雖然壞 但是都是明白人 現在中共的黨魁可是習近平 而且現在基本上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而習近平這個人就是個魂人 我在上一期的節目裡面說過 他完全沒有政治判斷力 過去的這幾年他所有的大政方針 全部都搞錯了,沒有一個不是失敗的 那麼再多錯一次,多失敗一次 這種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這次趁著兩會他宣布武統台灣 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當然啦,我這裡說的只是一種可能性 到時候他到底會不會作死 我們現在沒辦法確定 沒辦法準確的判斷 現在能做的事就是做好準備 習近平作死的時候,就讓他快點死 好,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